南韩当红偶像团体WS501来台湾为周六的演唱会暖身 下午跟歌迷有个见面会 我们马上请记者杨淑红带我们来看看见面会的现场状况 淑红 好主播各位观众 这一次是南韩当红偶像团体WS501第二次来台湾 那么今天他们是为了唱片的庆功记者会 刚刚团圆永生他还大秀了一下他的中文能力 来了一段绕口令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现场 5 1 4 4 2 2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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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 4 4 5 5 5 6 6 6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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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7 8 7 7 8 7 7 8 8 7 8 7 8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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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0 10 11 12 12 13 13 1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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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耶 哇 完美完美完美 好 看来这团员真的很努力在学习中文 那么今天除了来举办这个庆功宴以外 因为他们销售成绩非常好 大概有五百斤 所以特别举办这个庆功宴 那么同时明天也是他们第一次在台湾举办这个演唱会 那今天也算是一个暖身 同时他们也预告团员证明明天将会现唱一首中文歌曲 也就是甜蜜蜜 团员都给了100分的高分 那么到底唱得好不好 就希望歌迷来为他们打分数 以上就是在现场的前行 时间交还彭明